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節目 要爆啦 要爆啦 YES 我是提琉比長壽村的四毛先生 我是寶吉拉 你好我是Alan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頂瓜公司的CEO Alan 我們今天也來到了Alan公司的工廠現場 那相信Alan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自己是誰 你好我叫Alan 我是頂瓜瓜股份有限公司的負責人 那首先可以問你們公司主要在做什麼 我們主要是在做白玉蝸牛的養殖 白玉蝸牛 可以先幫大家花大概一分鐘的時間科普 什麼是白玉蝸牛嗎 以及它對人類的一些好處跟商業價值 白玉蝸牛它其實就跟我們路邊看到的那種 下雨天看到的黑色的非洲大蝸牛 是差不多的東西 只是它的肉是白色的 它就是屬於一種突變種 那跟一般的黑蝸牛比起來 就是它吃起來的肉質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在經濟價值上就是應該說在銷售的價格上也有 也有蠻大的落差 大概是如此 喔 蠻大的落差 像一般黑蝸牛 你要是去買那種就是 那種就是 新那個做出來的冷凍肉 一台金大概會落在180左右 180 對 那像我們白玉蝸牛在賣的話 基本上至少都是650起跳 喔 價格差很大 而且是 是 批發價的話就至少650了 為什麼會有如此巨大的差異 因為兩邊能夠做的料理方式是完全不一樣的 像一般黑蝸牛來講的話 在料理方式的話 基本上要嘛就是炒三杯 要嘛就是炒那個沙茶這樣 因為它本身有個腥味比較重 那我們白玉的部分的話 因為它本身並沒有腥味 而且吃起來的口感是比較偏向鮑魚的感覺 所以說在料理上的話 它就是可以做很多不同的方式來做料理 那最主要的是因為 法國有一道菜叫焗烤田鑼 那一道菜就是用蝸牛肉來製作的 那一道就是用白玉嗎 在台灣的話有些餐廳是用白玉 那當然是你說在歐洲國家的話 他們有歐洲當地的品種 原來是這樣 所以黑蝸牛跟白蝸牛 在台灣的市場它是一個主打比較高端 一個主打比較高端 一個是主打比較平價路線 了解 那他們的飲食是不一樣的嗎 就飲食來講的話其實食物內容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所以它天生肉質又不一樣 是對沒錯 這麼神奇 那我們可以回到最一開始 問你你最早開始接觸白玉蝸牛之前 是因為你是生物背景相關的科系嗎 還是因為 不是我本身其實是豐霞大學財經系畢業 財經系的高財生 然後那時候 其實畢業後我也都沒有走金融相關 都是跑業務相關的工作 然後也都在傳產裡面打賺 那是當初是因為朋友的介紹 他知道這個產業 然後一開始也是好奇好玩 然後跟人家買來試著癢癢看 然後才一頭栽進這個產業裡面去的 你以前就喜歡養動物嗎 還是這是你第一個寵物 以前大學的時候有養過像 像刺蝟那類的寵物 跟蝸牛好像是完全不相關 現場工廠這邊還有一隻鳥 鳥也是你以前就在養 沒有那個是後來就是成立公司後 朋友送的 朋友送的玄鳳 所以是一個機緣巧合 所以一開始養蝸牛是把它當成寵物 應該說一開始在養的時候 想說這東西就是 那時候有人收 那我們就試著養養看 如果養得起來 如果有人專門收的話 那我們就賣給他 就賣給他 了解 初期是如此 所以你剛開始有創業的念頭 是因為白玉蝸牛 還是更早之前就有 其實更早之前就有 因為當初我在嘉義的時候 就試著開了一間娃娃機店 然後當二房東 對 娃娃機店當時是跟別人合資還是用 合股 跟朋友合股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娃娃機 我記得 在天文中就說 上面就順便養蝸牛 對 對 那時候就有恐怖進行 對 那時候就是 因為我們南部租房 只是租一整棟 沒有像北部都租一樓這樣子 那一整棟就變成說 一樓擺機台 樓上就空在那沒有用處 對 本來是有想要做Airbnb 本來要做日租套房 但是後來發現法規上 就是要遵循法規做的話 有太多東西 需要去花大錢去改造 然後還有就是 就是娃娃機樓下太吵 對 娃娃機樓下太吵 所以說後來Airbnb 這件事情就不可行 就不可行 然後又經過人家介紹 知道這個產業後 就想說好 辦試試看好了 想說人不能住 至少有蝸牛可以住 我剛剛想到一個很好笑的畫面 就是 那時候有沒有想過 把蝸牛丟進去夾 然後那時候 是沒有 拔不起來 所以 那娃娃機 娃娃機當時這樣做 做一做之後 然後怎麼會 就轉來 全職做成蝸牛了呢 當初大概在 就是18、19年那時候 娃娃機差不多 有進入一波衰退潮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2018、19年 那時候就是 加速開太多家 對 然後營業整個下滑 那後來就 把娃娃機店收掉後 就自己原本正職的工作 也有一些瓶頸在 然後想說 那時候就 腦子進水吧 就想說自己出來 創業試試看 那時候出來 是因為有一筆錢到位還是說 也沒有 就是單純 單純就是一股熱血的衝勁 你有 分析過 那一股熱血是怎麼來的 也沒有 就可能單純就是可能 年紀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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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某個年紀 然後忽然間 就 就 這個想法 就一直在腦海裡面 就一直有 然後 然後 就 就 剛好自己手中也有 白玉蝸牛這個項目 所以想說 不然就試試看 那時候大概幾歲呢 1819年那時候幾歲 30出頭左右 30出頭 對 30出頭 那前面娃娃機那邊 有累積一些資金嗎 那時候 是有一點點啊 但是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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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初期那時候的 建置第一個 蝸牛場的資金 也是跟朋友那邊借來的 嗯 可以了解 大概那個時候 初期第一輪 大概準備了 差不多 70萬左右 70萬 對 70萬是在原地 那一個 透天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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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到了 我那時候 70萬是在那個板橋 明深度那邊 租了一個鐵皮屋 然後20坪的空間的大小 喔 那時候就北上了 對 那時候就北上了 直接北上來做 可是 南部會成本比較低嗎 嗯 因為是這樣 那時候我那時候養蝸牛 就是整段過程中 都是我自己一個人在做 包含說養殖 宰殺 然後 然後去跟餐廳洽談 送貨這些都自己來 那 那時候會用到 白玉蝸牛這樣的餐廳 大多數都在台北跟新北 主要是客戶的位置 對 因為從頭到尾 只有一個人的情況下 我們叫南北奔波 說實話 有點難度 欸 所以 那時候另外投資金的朋友 他純粹投錢 欸 對 那時候也沒有入股 就單純我用私人名義 跟人家借錢 我了解你意思 就是成立 獨 明目上是獨資公司 對 了解 欸 那那個時候 我突然想到不好意思 就是那時候你剛才一成立 你怎麼就有那個概念 你先成立是那個必鎖新公司 喔沒有沒有沒有 那時候還沒有到哪個環節 那時候還沒有到哪個環節 那時候是先用 那時候單純就只是 單純那時候連公司都還沒有成立 剛北上那時候是 就是自己 就是等於成立一個個人的工作室 連公司都沒有 連公司都沒有 還沒有去登記 對都還沒有登記 一開始也是很辛苦 就 那時候就單純就只是說 我成立一個公司 就個人裝作室 反正東西都賣得出去 賣得動 然後有賺錢 要開公司再來開公司就好 因為當時也不需要請人 對 是 那時候的通路的餐廳 他大部分不需要有發票網 需要 那時候 發票就是請朋友朋友代開 了解 那這樣到什麼階段 你又變成 正式成立了 應該北上後大概在 19 我記得好像是 20年左右吧 20年左右開始成立公司的 為什麼 那時候就 剛好就是 那個板橋 那邊的那20坪的空間 不夠用了 然後移去新裝 新裝 對要移去新裝 那時候也準備要把 就是開始請員工 那 開始要請員工的話 就有考慮到就是 開公司的這件事情 了解 是從那時候才開始開公司的 所以 當時是因為 就是整個的 營業收入就是有下一個階段 所以才想說 那時候差不多就是 支出跟收入 有開始在做平衡了 所以才想說要擴大 還是要請人 對 是訂單的一些狀況 也都變成 自己已經應付不來 應該是說 因為從頭到尾 一條龍 全部自己來的情況下 其實你要忙的事情很多 那 尤其是營業耳開始慢慢冒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 有些事情真的會綁不過來 那勢必就一定要來請員工 所以其實這樣從你 從南部上來到板橋 然後一直到準備 擴展你的規模 其實大概 就是經營了兩年 兩三年左右 差不多兩三年的時間 對兩三年的時間 對你來講 最辛苦的時間是哪一段時間 真的要講最辛苦的時間 是最開始嗎 是越來越不辛苦 還是說中間 疫情 疫情的時候 對疫情那段時間 疫情那段時間 那不是剛好是你準備要擴邊的時候嗎 對 我就剛搬過去那個 新莊後沒多久 然後就遇到疫情 對就遇到疫情了 但是還是繼續擴下去 沒有 你場地已經搬了嘛 那設備都過去了 對 就在疫情期間的話 當然就只能再想辦法 就是至少 公司要營運的下去 薪水要發的出來 對 對 那時候做了什麼 努力把資金這塊維持住 那 把業務這一塊 那幾年 那幾年 雖然那一年多 一年多快兩年的時間 就是包含說 餐廳因為禁止內用嘛 那我們配合的餐廳 都是比較重高檔的 法式料理 義式料理 還有五菜單式料理 這種餐廳基本上他們不可能做外送 對 所以基本上訂單料 訂單量基本上是歸零的 對 那 那時候的話就是 拓展寵物市場那一塊 然後還有做料理包 就是可以 夾熱就可以立刻吃的那種料理包 人吃的還是 對 人吃的料理包 對 也是 也是蝸牛相關 對 也是蝸牛相關 蝸牛的料理包 對對對 那時候做成就是 蝸牛濃湯之類的東西 蝸牛濃湯 哇 放到什麼通路 就 人的 人吃的部分 人吃的部分 團霸團霸那種 團霸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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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這樣的 員工數大概多少 那時候 韓我在那公司就 一 二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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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那 疫情的那兩年 算是 打平的狀態嗎 還是成長 有虧損啦 一定有虧損啦 能撐出就不錯了啦 那個時候跟 同時出資的合夥人之間 會有一些 增值嗎 在這個錢的問題上 增值也不是說 在錢的問題上 應該說增值的部分 都是在於說 到底公司的走向 還有營運 還有這段時間 我們有沒有要做一些 其他的項目 之類的 因為公司要活下去 總是要有一些收入 收入來源 那有收入來源的話 你原本的 這條路走不通 那你就是必須要 想辦法 在其他的路線 找一下出路出來 所以那時候有轉型 就是中間 過程中有轉型 包含說去賣那種 那時候疫情期間 很流行的那個什麼 物質香啊 就是 一個箱子也沒有蔬菜 蔬菜水果 所以你們那時候 也有賣蔬菜香 對對對 喔 跟我們一樣 我也是 那時候 另外去進蔬菜香 賣這樣子 沒有 就沒有結合蝸牛 沒有把蝸牛放在這邊 吃一下 沒有 送到客戶手上只剩蝸牛 那陣子 是當然 又把自己手上的蝸牛量 有在做縮邊 一定會縮邊 縮邊的動作 那這個時候的公司結構 有變嗎 什麼時候 這一段時間已經是變 避鎖型 沒有 那時候也是開放型 那時候也是開放型 只是那時候 也是有一些股東 有離開 然後有股東有離開 然後有新的人有進來 這樣 所以 是開放型轉避鎖嗎 避鎖不是不能 那時候是開放轉避鎖 那避鎖 轉避鎖是差不多在 今天是2024 2023年 2023年那時候轉的 喔 所以才去年的事情 對去年的事情而已 那時候是什麼考量 那時候只是因為 我們那時候去 跟 就是 跟自己身邊的朋友去募資 募了大概 300萬左右的資金 那時候公司有成立 我們有成立另外一家子公司 專門在做寵物的 動肝那一塊 喔 寵物的動肝 對寵物的動肝工廠 冷凍乾燥 冷凍乾燥 冷凍乾燥的動肝工廠 就跟蝸牛沒關係 對也是跟蝸牛沒關係 你說有關係 也稍微有啦 因為當初會做動肝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們要 動蝸牛肉 的關係 你就去順便幫其他人 順便動別人乾 然後 後來就是 募了那筆資金 就是專門買雞台進來 自己成立一個工廠 然後來做這一塊事情 買冷凍乾燥機 對對對 沒錯 所以 是那個公司 必說是 沒有那時候就是 因為募資的關係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希望 也是希望說公司的股東 不要變來變去 變得太多太快 因為每次要跑那個流程 就很麻煩 所以乾脆就是把公司 改成閉鎖型 就封閉了一年 對 閉鎖型 可以科普一下 閉鎖型的話 對股東的流動有什麼差別 就是 閉鎖型的公司 基本上他的股份 就是不能做買賣的 對 不能對外做買賣 只能做內部的流動 內部是 就比如說股東跟股東之間 股東跟股東之間 所以只能有股東離開 不能有人進來 應該是 對 沒錯 所以只會變少 股東只會變少 不會變多 也不能跟外面的人 對 對對 那後來又解鎖了 後來就 後來的話就是 因為我們裡面內部的話 因為去年 那邊那邊動肝公司發生了一個事情 對 然後那邊動肝公司後來就收掉了 子公司收掉 對那邊子公司收掉了 然後 也不算收掉啦 就是把它轉讓給人家了啦 賣掉 轉他 然後 後來轉讓給人家後 那我跟 跟當初募資的那 300萬的股東聊過 那大家的意思是 是 如果轉為開放式的 他們也OK 那我就那時候 就把它轉成開放式的 OK 所以那時候子公司投的錢 收回來的意思嗎 沒有 就是直接就賠光了 那那邊大概投了多少 大概就是接近300萬 所以你募到300萬都是投到子公司 我公司這邊是沒有新的資金進來 沒有沒有 那這樣子到那個階段的時候 沒有新的錢進來 原本的業務已經夠cover了嗎 夠夠夠夠夠 它已經活起來了 我公司這邊 我公司那邊基本上已經進入一個 就是 自己運轉上是沒有問題的 一定會運轉的狀態 對對對 聊到這個就 想要聊到 這中間的關鍵的轉變是不是 就是 外包飼養這一塊 想要切入這塊來跟你聊聊看 外包飼養 應該是說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其實從我北上 開始養蝸牛以後 就開始會有 因為自己身旁親朋好友都知道 然後就多多少少有些朋友 會介紹人家來 過來我這邊參觀 過來了解 那那時候 就 有人就主動問問看說 能不能跟我學養蝸牛這件事情 那 那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先是有人找你問你怎麼養蝸牛 對對對 那時候你就想說這是一個 可以分出去 那時候你就 你就自行構思的這個商業模式嗎 有點類似加盟 沒有 其實應該說 這個模式其實長久以來 就是在台灣其實都是存在的 一直都存在 只是早期他們是戶外養殖 那我是走室內養殖的路線而已 那他們當年戶外養殖的 的 這些前輩們 然後他們也是有這種模式 對 就是把蝸牛委託外面的人 委託帶養之類的 他是委託別人的農地嗎 對 就是 地主人農地 就是有農夫想要養蝸牛 然後去找他們 然後就是 他們會教他怎麼養 教他們怎麼養 對 然後他們把蝸牛養大以後 再賣回給他們原本的公司 他們在跟 就是農民在收回來 對對對 那當時你是怎麼看準室內養的商機 決定是走這個模式 走室內的模式 其實不是看準商機 而是戶外養殖我就不適合阿 以後一直以來我的工作就是走 業務型工作 叫我去務農 這件事情真的是有難度 你說你自己要去 做一塊地區養那個 每天也跟蝸牛在一起 因為你私人養殖跟戶外養殖 真的他的工作內容是差很多的 因為像戶外養殖他們的工作內容上 他們必須 田裡面會長雜草 那就必須背著割草機去打草 那像當過兵應該都知道 那個背草機很重 天氣外面又很熱 然後陽光又很大 情況下你又要去除地上的雜草 這件事情其實 才會打到那個小石頭噴起來 這件事情是很類人的 而且這只是他們其中一項而已 然後還有很多很類人的事情 對 這種的話 除非說你本身就是農民出生 否則像我這樣子 一直以來從事都屬於 比較偏文類的工作的情況下 你叫我去務農 真的對我來講太困難了 這邊打擦一下 所以他是可以養在室外 可以可以 所以不需要遮蔽 不需要 就直接 那雨水打什麼都沒關係 都沒關係 都沒關係 這麼強忍 你這讓我想到那個都市養蜂 因為以前那個蜜蜂 蜂蜜 蜂蜜那個蜜蜂 早期也是養戶外 然後後來 隨著現代化大家就慢慢推崇 有養到室內的陽台 你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如果是你在室內養 你一整天養它的流程大概是什麼 要花多少時間 我現在這樣 剛好這個鏡頭前面就是 你的一個最小單位的 白玉蜂牛 對 可以幫我們講解一下 其實養蜂牛並沒有很複雜 它其實要做的事情就是灑水加飼料 那定期要幫它裡面的這個電材做更新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比如說是 總瓜要是 總瓜的話就是你要定期要去挖蛋 挖蛋 就是它會下蛋 那要把蛋挖下來等它孵化 跟那個土混在一起 跟裡面的電料混在一起 對 因為我們這個箱子是專門在 負責把蜂牛養大而已 嗯 那我們 配種用的總瓜是在另外的養殖箱裡面 另外的養殖箱 另外一種養殖箱裡面 對 那我們配種用的總瓜就是 會需要 也是一樣要灑水加飼料 然後只是它多一個動作要挖蛋 那這個的話就是 因為它這個是在成長的階段 還不會下蛋 那它其實很單純就是灑水加飼料 那它的水需要去濾之類的嗎 一般其實自來水就可以了 正常的自來水就可以了 正常的自來水就可以了 那飼料是什麼東西 飼料的話是我們自己配出來的 的飼料配方 哦 是素的還是有昏 素的還是昏的 其實 你要這樣問我 應該算素的吧 原物料都是素的啊 都沒有肉類的東西 沒有肉類的東西 它基本上是像粉末的東西 但是它在大自然算雜食吧 對 它在自然界中是算雜食性動物 可是你們調的就是 蝸牛都愛吃 對對對 我會這樣問是 我會這樣問是因為 好像有些人 像雞蛋為例 有些人他會特別在乎 那個雞是不是吃全素的 嗯 有這樣的主導 我還會想蝸牛會不會有 我們基本上飼料就是 算是都素的啦 對都素的啦 對蝸牛會有影響嗎 什麼叫對蝸牛會有影響嗎 就是 荤有沒有荤這件事情 沒有 沒啥差 沒啥差 都可以很健康的上層 對對對 嗯 哇 哦 那現在這個飼料箱裡面這種大小大概是養了多久啊 這個 從軟到現在差不多兩個半月 兩個半月就可以這麼大隻 對對對 這個差不多就是可以收成的大小 這是已經可以收成的大小 對可以收成的大小了 像一隻大概十公分 快要十公分 他們是會一直長下去嗎 嗯 他們是會一直長下去 可是大到一定的階段以後 它大的速度就會很緩慢 可是基本上是真的會越來越大 還是會變大 那肉質呢 有沒有就是 就是 太老的蝸牛當然就不好吃了 哦 那太大不會很老 對對對 就大概幾歲是最好吃 幾歲是最好吃 幾歲是最好吃的話 應該是說 我們餐廳跟我們要的規格 都是大小是在二十到二五克 哦 三十到四十克 他們也不要太重 對對對 他們也不需要太大隻的 這個重量大概要漲 大概 就是兩個半月 兩個半月可以收成 這個大概都二十克以上 二十克 鏡頭前面那二十克以上 就是已經 可以餐廳要了 對 好神奇喔 它最早是 最早是法國的蝸牛嗎 不是 不是 它是從哪裡來的 你說蝸牛從哪裡來的 我說這一種 說實話我也不知道 大自然中本來就有蝸牛 你說蝸牛從哪裡來的 就跟雞從哪裡來的 台灣的白玉蝸牛 它還從哪裡進的 應該是這樣講 應該是這樣講 動物本來就是會有 所謂的白質化現象出現 對 那白玉蝸牛的話 只是黑蝸牛的白質化現象 沒錯 我們用白質化的蝸牛 一直去交配 交配讓它體內的基因 全部都是白色的 就這樣而已 OK 所以算是台灣自己 內有一個市場在做這件事 還是說是 一開始就是 比較多數從外面進進來 養蝸牛這個行業 其實早在民國六七十年 那時候就有了 那時候甚至我還沒有出生 白玉那時候就有了 對 白玉那時候就有了 那時候我還沒有出生 所以說你說那段歷史 到底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最早是 你最早的總蝸牛是跟前輩拿的 對 了解 所以已經有這個生態型 對 因為那個 就是冠影 它那個是 它是有去外面去取它的菌種回來 對 所以本來我們在想說 會不會你這個也是 沒有沒有沒有 回來 我們當初我買來 只有買白玉蝸去交配 OK 對 了解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就是 你上次說戶外大部分我們看到是 黑色的 蝸牛 然後 那些農民在收成的時候 看到那些蝸牛就順便把它掃薦袋子 賣去 那 為什麼沒有人把那個白玉 氣養出去 然後它就長一堆出來 是因為它比較難生存 基本上你把白玉丟到戶外的話 第一是生存本來比較困難 因為它本來就是 是被賽斯嗎 它本來就是 它本來就是基因突變的物種 那基因突變物種 在自然界本來就是比較偏向弱勢 它很多什麼免疫力或是什麼 然後第二是 你把白玉這種物種 因為它是屬於 白色是隱性基因 那你把它丟到戶外的環境 讓它去跟一般的黑蝸牛配種後 那它的基因又變黑了 又變染黑了 又變染黑了 就不見了 對 對 被黑蝸牛強弄 對 真的 隱性基因 所以其實野外是很難看到野生 難怪 有但很少 很少 看到那大蝸牛都是黑色的 下大雨的時候會跑出來 在馬路上 沒錯 所以 所以 很多人 就直接在馬路上挖 那種黑色蝸牛 下雨就跑出來 不會啦 我已知的是 都是農民 他們就是在務農的當下 就是 順便會去收這種蝸牛 當然也有那種專門在撿蝸牛 專門撿蝸牛 也是有 對 是 那您在做這個的時候 競爭者是很多的嗎 我說就是 在賣白玉蝸牛這件事情 也沒有 也沒有 台灣這個產業算是很冷門 非常冷門 非常冷門 那你找到一條很特別的任務 但是你說它很早以前就開始在做 所以 就是大部分人還是以農田的方式去養 沒錯 早年都是 沒有室內的 很少 很少 是因為這個是一個比較 怎麼講 傳統的行業嗎 大部分 沒有去思考 轉型這一塊 變成室內 還是 就你的觀察 我自己的觀察 是這樣 首先第一的話 當年會去養白玉的 他們本來就是農夫 OK 那他們會養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本來就有農地 本來就有農地的情況下 你只要養白玉他OK 那今天你叫他在室內養 那他那塊農地要做啥 那他就養殖的動機就沒了 對 那這個情況下的話 他怎麼可能還去跟你養室內 統一 對 他們在農地 大部分是怎樣的農作物去養這個 沒有沒有 就是整片田都是產品 產品後專門養 裡面一般都是種地瓜葉 用地瓜葉 一般都是種地瓜葉的 那他們就吃地瓜葉 不是 你還是一樣要灑室療 還是要灑室療給他吃 也要灑水 對 也要灑水 那地瓜葉的用途只是 讓蝸牛在天氣熱的時候 有地方可以躲藏 可以躲藏 然後讓小蝸牛 剛蝸到的小蝸牛 有新鮮的嫩液可以吃 那至於大漬的蝸牛 你還是要用飼料來做餵食 對 可是像台灣一年四季 也就是每次都會有一個 颱風季一種時候 他們都要把蝸牛收起來 是不用啦 就是你那塊農田的排水 一定要做得很好 不能讓你沒有積碎 所以一下來要立刻趕快讓他卸掉 只要能夠迅速卸掉的話 對蝸牛的影響其實不大 所以他們也不用建個什麼圍欄 怕他們跑走這樣 也有 一定要 一定要 應該是這樣講 是什麼樣的圍欄 他們戶外養殖 基本上大概都從三分地起跳 開始養起 對 那這三分地裡面會分成 大概十到十二個區塊 那每個區塊裡面都會有圍欄 那裡面會中一排一排一排的底掛葉 是長這樣子的 然後這個圍欄呢 就是你要圍起來讓蝸牛無法逃脫 然後裡面的地掛葉 就是讓蝸牛可以在天氣熱的時候 地方可以躲藏 那裡面一定要裝自動殺水系統 然後每天要去做餵食 然後每個禮拜要去除雜草 然後補一些可能網子的破洞 因為田裡面可能會有田鼠 這怎麼除雜草又不會傷到蝸牛 雜草歸雜草 地掛葉歸地掛葉 因為那個田裡面它地掛葉不是亂長的 它是長一排一排的 一排地掛葉一排走道 一排地掛葉一排走道 所以它只要輕走道 對要輕走道空間就行了 原來這樣懂 不過什麼樣的圍欄蝸牛會爬不出去 感覺好像都可以爬 以圍欄來講的話 你就是要做一個有點類似像七字型的圍欄 七字型 對七字型的圍欄 就像這樣子 然後那蝸牛爬上去的時候 它會從這裡就掉下來 它就自己笨笨的下去了 他就沒有想說要再過去了 喔了解了解 好特別喔 很有趣耶 所以我們 可以問你就是 總共移了大概三次工廠嗎 對沒錯 然後我有看到你的貼文 FB粉專 頂呱呱FB粉專 裡面提到 從台中的柄種苗場 到現在我們所在地的綜合 叫移種肉場 可以介紹這個專有名詞給大家認識 其實這個也都是我們自己創的啦 就是 我們只是因為 為了要方便區分 所以我們自己幫自己的 養蝸牛養殖場做一個定義 那當初是這樣 其實當年我們大家養蝸牛 都是從 總瓜 下蛋 小蝸牛養到大隻 交給餐廳 一條龍自己來 一條龍全部都自己來自己養 那後來我在觀察一些 就是其他的養殖業 就是其他物種養殖業 基本上大多數的養殖業 他們可能都是有人專門在養小隻的苗 對 小隻的苗 小隻的苗 比如說雞苗 魚苗 蝦苗 對對對 有人可能是專門養肉 比如說肉雞 對 有人專門養蛋 蛋雞 專門下蛋的蛋雞 對 然後因為我們養蝸牛是大概歷史兩個半月 對 那養的時間你說 說長不長的說短也不短 可是如果今天你能把它做個區分出來以後 就有人專門養小隻的 有人專門養大隻的 那這樣各自 專攻自己那一塊 這樣的話 像前提下的話 變成每個人養殖的時間 是可以被壓縮的 對 所以到 現在中和一種肉腸 就是專門養大隻的嗎 對 我們這邊主要都是養大隻的 從 客人那一端 不是客人 合作方那一端 他是先養大概到 一個 大概養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一個月 就收過來 對就收過來 交到我們這邊來 然後我們就養一個半月養大 然後就直接上來做肉 然後交給餐廳 了解 整個流程大概就是兩個半月 對 前面一個月分出去 對對對 所以就重新定義成肉腸 因為專門把它養大 對對對 喔 原來就是這個意思 嗯 那你現在搬來這邊 綜合這邊 嗯 應該是從 跟以前比是 頻數是加到最大 目前 一百 大概一百五十到一百八十瓶左右 一百五十瓶到一百八十瓶 嗯 方便問這樣子你 後來有再 籌更多資金還是用現有的現金庫存去 用現有的現金庫存去 來做這件事的 這樣子你 大概要預留多少的水位呢 其實也沒有很多耶 是 其實不需要很多 因為我原本那邊租金大概四萬五 對 然後這裡面大概六萬多 對 六萬多 六萬多而已 喔 不到六萬五 真的很會找 所以說 所以說其實你是真正 真正 真正多也不過一個月多支出兩萬塊而已 喔 對 至於搬家這件事情的其實情況下 嗯 搬家可能花不了多少錢 請搬家公司 沒有沒有我們就自己租車自己搬 就自己租 所以現在全面全部的盒子就是你跟你的 員工然後有請公讀生幫忙 嗯 就花了大概一個禮拜左右的時間搬過來 這樣人力多少個搬 人力多少這就沒有實際做計算 幾趟幾趟這樣整個搬完這樣子 就花了大概一個禮拜左右 員工大概是三個嗎還是擴變 沒有目前的話就剩我跟一個員工 我們現在就兩個人而已 兩個人搬這麼多 沒有我們有請公讀生嘛 公讀生還有公讀生 還是太厲害了 這整個150坪 嗯 真的欸 那中間這個蝸牛就裝在盒子裡面這樣搬 那時候就是在搬家前 我們有就是先把能賣掉的蝸牛都殺掉賣掉 把蝸牛量收到最小 因為搬家過程中 活體這種東西搬家過程中 其實它的死亡率其實會蠻高的 其實死亡率是很高的 對因為搬家你一直在移動嘛 可謂撞碎之類的 撞擊 包含說它可能不適應啊 溫度 然後當然還有一點就是 我們搬家的事情 搬家這件事情是很累的 對 那你很累的情況下 你可能沒有辦法好好去照顧 噴水 沒有時間也沒有辦法好好照顧蝸牛 那活體這種東西你沒有顧好它 它就很有可能會死掉 對 那所以說我們那時候在搬家前 就把蝸牛能縮邊的都盡量縮邊 因為畢竟我們在外面 其實還有蠻多的養殖戶 手中是有蝸牛的 對 我們只要把現場的量縮邊到最低 那搬家過程中 我們只需要把這些 可移動的設備設施 引過來這樣就好了 了解 因為過來以後 我再請我們養殖戶 把蝸牛趕快再寄上來 我們隨時可以再把 這個蝸牛量把它擴充上去 哦 我看著這一箱蝸牛 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你 因為你上次跟我聊到說 它如果吃那種 鈣質太多的飼料 它會 還是鈣質不夠還是太多 它的殼會來不及 蛋白質太多 的食物它的肉長太快 殼會被撐破 對 我就在想 有沒有 白玉無殼蝸牛 沒有 現在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 那就是闊魚 那就是闊魚 那只是闊魚 那是闊魚 那是闊魚 我在想的這個問題是 那是港手大人的闊魚 如果是這樣就不用忌諱它的殼會不會破 就是給它灌滿蛋白質 然後它就長超快 不一樣不一樣 中期可能變超短 所以你也不能讓它長太快 因為它的殼跟不上來 就是你要讓肉跟殼的速度是差不多一致的 這也是一個很關鍵的技巧 技術 所以你之前的經驗它破了就死掉了 對 沒辦法再長新的 像指甲掉了再長新的 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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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神奇 因為我是第一次聽到 我小時候去那個野外撈一堆蝸牛羊 那個盒子裡 也不知道這個事情 那想問一下就是 您好像在那個Facebook粉專 就是說那個有po文說有 繞一些遠路啊 幹了一些蠢事 可是可以跟我們聽眾朋友分享一下 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野心路歷程是什麼 有印象嗎 很多啦 其實這種事情很多啦 你創業過程中一定有很多蠢事啊 就像最近近期 我就講最近的 最近發生蠢事就好了 好 我們搬家搬過來 其實我們在原本 我現在中和立德街這裡以外 其實我之前在中和 我還有一個地下室 還有一個地下室的空間 它在那個 那個建八路那邊 一樣是中和啦 然後 就是前陣子上個月不是地震嗎 那地震結果那一棟大樓就是 它的鋼筋有點 就是 水泥剝落 鋼筋裸露的問題在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很擔心 到底會不會有問題 然後就趕快 就是把地下室所有東西清空 那也大概一百多坪 對 那原本我是當倉庫用 然後就是把那邊清空後 都東西把它移過來 對 那移過來的當下 就是 就是這邊就塞得滿滿滿的 那我們就開始分類 什麼東西翻討 然後就把一些東西 放到那個 那個 定樓那邊去 那放上去前 那時候有跟房東討論過這件事情 然後 有跟他喬好一些 就是 就是可以讓我們放的方式 嗯 好 那後來的話 房東他過來看過後 發現我們好像東西太多 還是怎樣的 他又覺得說 這樣不行 他是之前都沒有來看過 對 然後 因為 因為他說這樣不行 然後變成說 我說的東西就是 又要從五樓搬到四樓來 哇 然後你看 搬上去一趟 又要搬下來一趟 就是全部都是人力跟時間 跟時間的花開 跟時間的花開 跟體力的花開 哇塞 哇塞 這也是挺辛苦的 你說你現在 這邊的四樓搬到頂樓 那再搬下來 我們就是設備搬到樓上去放 囤好 就一箱箱的箱子的設備 囤好 然後他說不行放那裡 然後我就全部又搬到四樓下來 哇塞 因為上去沒有電梯 因為 你沒跟他講對不對 有講了 就是有跟他喬過這件事情 講了 但是還是覺得太多了 應該說 當初也沒有跟他講得很清楚 然後因為直電話從口頭說 然後他也沒有來現場看 哇塞 那時候 是怎麼樣太多 是太擠嗎 還是怎麼樣 就是 把樓上頂樓整個放到全滿 喔 把頂樓整個放到全滿 喔 了解 搭滿了 對 這個 你以前在台大車庫也很有經驗 喔 對 我們以前也是把 在政大 台大車庫 也是 把東西塞滿 然後我們說不要塞這麼滿 對 有愛觀瞻 對 房東不給 那時候也是 就是有 就是跟人家一起 車庫那種空間 然後我們也是把我們的 負愛塞滿 我們用紙箱 這種事情就真的很多啦 對啊 然後他也說可以放 我們的位置可以放 因為當初我跟房東 那邊本來是跟他講好就是 因為他樓上是沒有水沒有電 對 然後就是水電費我們這邊出 然後我們幫他出錢 幫他做樓上的整個大整理 包含說水電重簽 然後油漆粉刷 一個護箱 對 然後你東西讓我放 他也給你一些 你不要收我租金 對對對 本來是講好這樣子的 後來他可能也沒有遇到的東西有那麼多吧 超過他想像 對對對 你們也是翻過來才知道有那麼多 你們也不知道塞那麼慢 對 那後來他看到後就發現 不要不行 然後變成說要我東西全部移一下 哇 又移上去我一下 辛苦了辛苦了 這真的是繞了遠路 這個是有點遠 累累累 這蝸牛剛剛放在這邊到現在都沒發出任何聲音 對 我們養蝸牛其實他是一個很安靜 而且沒有什麼味道的生物 很棒 而且是 我往查的是白玉沒有味道 黑色好像 有一點點的腥味 一點點的腥味 它的基因上面就是不一樣 不只白化了 無臭 我那天 你打開這樣聞我甚至覺得有點香 有這種香味 那如果他們有一些可能 不曉得你死掉的狀況或什麼 要怎麼看啊 他們是會說在殼裡還是怎麼樣 對 還是說整個就彈在那裡 蝸牛死掉 因為蝸牛是外骨骼生物 它殼裡面就是肉跟內臟器官 然後因為它是屬於比較高蛋白的生物 沒錯 當它死掉的時候它肉其實會很快速的 就是腐爛掉 腐爛掉 就變成水 變成水 對變成水 然後我們就必須要把蝸牛 必須把它撈起來 可是你們這麼多要怎麼檢查 誰誰誰 這東西就是你養久了 養久了其實已經喵就知道了 就經過喵岩 對 不過好奇其他蝸牛會把它吃掉 基本上是不會 它如果死了 基本上是不會 不會 對基本上是不會 不會像那種蟑螂很可怕 它如果有一隻死了蝸 馬上就吃掉 不會 了解 也是 養著也是還算賞心悅目的動物 你說它是夜行性 半夜會喜歡玩那個 掉下來的遊戲 對對 它們是本身是 以光牛來講的話 它們是屬於夜行性動物 白天睡覺 對白天睡覺晚上會出來活動 那它們會喜歡往高處爬 那像我們養在箱裡面的話 它就很喜歡這樣爬到屋頂上 然後自己再把那個吸牌放掉 然後自己玩自由落體掉下來 它真的不怕死 它怎麼知道不會摔死 這個 就是摔下來熱人就知道自己不會死掉 看到同伴摔過沒有死 它可能摔過一次了 就知道可以玩這樣 好特別喔 第一次聽到 你以前養蝸牛這樣嗎 沒有 不夠高讓它摔 那個盒子太小 這樣野外摔下去就碎掉了 野外它晚上這樣玩 他們在田裡面那種 基本上因為戶外 戶外其實也還好啦 也不至於說到碎掉 因為他們那個高度其實也都有做 就用矮矮的 對對對 他們的壽命大概有多長 應該說 應該說用 研究他們研究人員研究出來的數字 大概在 三到五年 三到五年 對三到五年 其實也沒有很久 那我自己是沒有把關聯養到那麼久過 喔 因為中間過程中 能殺就殺掉了 有沒有看到一兩次養了很久的 沒有沒有我沒有把關聯養到那麼久過 喔 因為像四毛先生 以前那個就養小白鼠 然後就養很久的 所以我養那個 實驗室的小白鼠 有一種不會死的生物 蝸蟲 他還養蝸蟲 蝸蟲 然後但是蝸蟲長得很像蝸牛 但是是在顯微鏡底下 顯微鏡底下 顯微鏡才像 就是三角形 直接看著看 是那種蝸蟲 是微生物的蝸蟲 對 很小 那你怎麼知道 你要顯微鏡才看到 你哪知道你的蝸蟲 肉眼可以看到一點雜 就是0.5公分 其實肉眼是看得見的 就是小小的看起來清楚 但要幾乎一彎 用顯微鏡或者是放大鏡 養在培養蜜上面 喔 理解 然後後來想要看他能夠養多久 結果最後死於霉菌 因為他吃那個豬肝 水太久沒換 半天沒換就 發霉 就把他從他身體長出那個菌石 要不然他應該可以一直活下去 有點像這種 也是 但是沒有殼 很有趣 欸 我現在想要問 就是 因為你是 開始下FB廣告 真 真財真 那一些 一起來養蝸牛 大概是多久 這個 真信其實蠻久了 大概 其實疫情前就有開始 在試著下 第一次看到你們就是 蠻久以前 那時候被廣告打到一次 蠻久了 都還沒搬來 應該有好幾年了 對 應該至少三年以上 有有有有 然後那時候看 就底下就會有人 有一些酸民 就說 會不會是 是不是詐騙 這樣 請你不要看這一塊 就台灣國內 我是真的還沒有聽到 有什麼真實詐騙的案例 也許是有一些糾紛 金錢上的糾紛 但是不是屬於詐騙 你那個農地的模式應該 因為他就已經 養在農地 他們當初農地養殖 好像也有一些就是 認知上的糾紛 有上法院 但是也不到構成說詐騙 是 因為你詐騙是 你把錢 把人家拿走了 然後就消失了 沒有給商品 沒有 他蝸牛想要收回收回去 他沒給他錢 對或者說人就消失找不到 他們只是因為 有一些認知上的誤差 還是當初溝通上的誤差 有一些糾紛而已 至於在國內 我真的還沒有聽到 有誰用蝸牛來做詐騙 這件事情 國內目前有人也是 市內養殖 然後 分出去 行人幫忙養嗎 還是目前 早年有啊 早年像那個 前輩 台中的小品蝸牛 小品蝸牛 老闆他們 詹大哥他們也是這種 或是在養殖 像我當初剛加入這個行業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就做得很好了 室內的 他們是戶外的 戶外的 但室內的好像 室內真的沒有 室內應該 你現在就是你一間 就只有頂瓜瓜 應該真的 我查都查不到第二間 應該說 我已知的 在台灣還是有一些 室內養殖的前輩 或者同好 那可能只是 養殖的量 並沒有到很驚人 把來規模化的 對 他沒有像你一樣分出去給別人養 也沒有分出去給別人養 也沒有分出去給別人養以外 他們自己本身的養殖量 也沒有到很驚人的數字 是 對 可能就是頂多一兩千隻 兩三千隻 就可能是這個數字而已 是 一兩千 你現在一個 你現在的量體大概是幾隻 可以跟觀眾朋友分享 我目前從搬家後到現在 陸陸續續的話 現在現場應該是落在五萬隻以內 五萬隻 對 不包含請別人幫忙養的前輩 就我們現在現場這裡 大概五萬左右 那我們是預計 今年會把這邊整個放滿 整個放滿的情況下 大概會可以落到 15到20萬隻左右 15到20萬多 對 15到20萬隻左右 那請別人養的前期的那些 大概有幾隻 這個 這就沒有統計了 沒有統計 因為是收回來 在這邊坐下來 所以這邊是一個控制點 對 所以主要是計算在工廠內 你再怎麼樣都還要回來這裡 對 所以都會經過這個閘門 但是這邊滿邊就是大概二十萬隻 大概在二十萬場下 大概在二十萬場下 所以超過二十萬隻可能就要來擴邊 再找更大 或者是把樓下 或者說另外再租的場地來乘坐這件事情 對 這棟其他城都有人租 有有有有人租 要再換 對 我剛剛 對對我想問 台灣目前大概只有你們是室內 那國就是像中國或者是鄰近國家 或者是別的國家 就你所知 有人用這個模式嗎 很多很多很多 還是國外主要都是這樣 都有 都有 各辦嗎 這個我也沒有統計的數字 這我也沒有統計數字 也找不到相關的文件 但是我有查到 第一 像那個韓國 那邊就有人在室內養子 韓國 對 中國大陸也有人在室內養子 也有戶外的 也有戶外 對 然後東南亞國家的話 他們也有室內也有戶外 然後包含說歐洲國家那邊 也有室內也有戶外 然後南美洲國家也有 對 但是他們都是同個品種 每個區域 應該說以亞洲區 基本上都是養白玉為主 亞洲區是白玉 對像中國大陸 我們這邊韓國 他們就養白玉為主 對 就是法國大蝸牛 的 他的 其實他算是法國大蝸牛 不是不是不是 你講的應該是 就是法國的是柏根地蝸牛 柏根地蝸牛 他們在亞洲區是沒有人在養的 那是另一種東西 那又是另外一個物種 也一樣是 應該說是他 應該是要這樣講講 那也是白色的是不是 不是不是 那個 那個 他肉是黑的 他肉是黑的 他是因為他上次提到這個 應該是這樣說 應該這樣說 一樣都是蝸牛 可是有的蝸牛是比較耐寒 有的蝸牛比較耐熱 有的蝸牛比較需要比較草濕的環境 有的蝸牛是可以適應乾燥的環境 了解 所以說以柏根地蝸來講 他們就適合養在比較高維度的地方 OK 然後我們的白玉 是比較適合養在低維度的地方 而且還熱的濕 對 所以說以亞洲區 亞洲區因為主於低維度的地方 所以我們養的都是以白玉為主 了解 對 東南亞那邊市場也是 以白玉為主的 東南亞那邊市場 他們黑的白的都吃 都吃 都能養 他們那邊也是高級餐廳才是白的嗎 還是說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台灣目前市場是這樣 了解 那會想要跨海外市場嗎 因為聽起來好像國外的商機也很多的感覺 我們目前公司現階段來講的話 還是以內閣為主 因為外銷其實我們曾經也有去接過一些 相關的資訊的訂單 有去瞭解過 那個出口的量體 目前是我公司供應不來的 反而是因為量體太大 對量體太大 我公司供應不來 我公司供應不來 對我吃不下 所以說以現階段來講 還是以國內的 可是接得到那個單 其實 是接得到 是接得到 你說一個貨櫃是150萬 一個貨櫃大概就是在12噸 12噸 12噸的蝸牛肉 那時候你換算大概是150萬 你換算成活體大概應該是在43 應該是差不多48噸左右 48噸 大概40到48噸左右 這個數字 OK 懂了 所以等於你也變成說 要去籌一個資金 不管是 對啊 再去加資 或什麼才可以去吃這樣的量體 應該說 不是資金的問題 是你有沒有那麼多的蝸牛 可以給人家 對 因為像以我自己跟同行那時候 跟前輩應該說 跟前輩他們聊天的時候 大概大概估算了一下 就是我這裡一年大概多少 你也有多少量 他有多少量 我們大概加一加 我們一年的產能 大概也就是落在30到40噸左右 30到40噸 對我們一年的產能 所有人 所有人 現在現階段嗎 對現階段所有人 那有點好奇 如果你想要提升這個產能 你要怎麼做 或者說才會更多 還是說 但是只是家庭加人 這樣就可以了嗎 包含就是 應該是說其實養殖業 我覺得養殖業最主要的核心 是在於人 對 有沒有人會養 有沒有人會養 場地設備這個東西 其實反而都是吃藥的 因為這種花錢就有 沒有錢貸款 其實等於是這些蝸牛 都是你來顧 就是其實如果沒有像你一個 像你這樣有這邊的人 其實再來多幾個人都沒有用 就是一拿20萬 沒有人顧20萬隻蝸牛 然後應該說人 人這件事情是要培育的 那跟他的經驗一模一樣 他這個黑糖釀 這些cafer 他也是找不到可以交接的人 對 可以去教育他的人 很困難 因為其他的養殖業 他們比如說 我今天假設我要養雞 對 我花錢去蓋個大型養雞 對阿 比較沒有know how 然後 不是說比較沒有know how 他也有know how 但是 比較容易入門 他的know how 應該是說 你今天在那個104人力銀行上 或111人力銀行上 你發文說 比較容易找到人 對 你發文我要請 你有養雞經驗5年10年 你上的人來上班 這個應該有 你找一定找得到 已經找得到 只是薪水高低 對對對 然後你開了條件人家要不要 懂懂懂 然後我要找養蝸牛 今天我開了一個 你有養殖5年10年 大量養殖蝸牛經驗的人沒有 這肯定是沒有的 對肯定是 那變成你要自己帶 對要自己帶自己培養 人培養本來就是一個比較長期的過程 就像你現在身邊的這一位 就是你培養很久的 對對對 了解了解 所以其實你真的要把那量體做起來有困難 對 人才的問題 對 所以說我們現階段來講 一直招收新的養殖戶 就是希望可以把這個量體把它供起來 你就可以去找別的養殖專業的人 加入你的事業體 對對對 這個模式是 你接近了以前人做過的 你有在做改良嗎 還是 基本上這個過程 前輩們大家都走過 前輩們都走過 那我也算是 我也不算是說 我可能創新唯一創新的地方 就是在於說 我把羊蝸牛分成兩個階段 就是要長大這話說回來 有人養苗有人養大 以前是一條龍 以前都一條龍 這個算你首創的 對對對 因為早期 早期我已知的 它大家都是 大家大多數都是一條龍大家自己養 頂多就是第一次養的時候 我跟人家可能買小隻的回來 然後就養大 養到會下蛋 下出來蛋自己再孵化再養大 不過你把它切兩塊 雖然就是可能利潤少一點 可是你其實就 你的量都可以大 你就可以更多的量 還有另外一點是因為說 那個怎麼說 專門的人 對 應該說你今天假設你要養種蝸 養小蝸牛 養大蝸牛 你三件事情都要做 那變成說你三個 三個階段的技術你都要會 都要全部精通 三個階段的設備又是不同的設備 所以說第一你的設備 所有設備都要有 然後變成說 然後你要什麼 每一個環節你都要懂 每個遇到的環節問題 你也都要會解決 對 然後你兩個時間又特別久 對 所以說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你把切一半的好處變成說 你只需要專門顧好你自己手中的那一塊 就可以更集中你的力量 你可以集中你的精神時間 對 對 包含說孵化率 存活率 你都可以專注的來顧好這件事情 這很聰明 這個 這個 這個在 因為我是軟體產業 在軟體產業叫做Defined Conquer 就是分而自知 就是你把事情切小塊以後 就可以把它做得輕 這樣子 這也是當年我們集中一個養殖戶 跟我做建議 然後我們來做這種初步的嘗試後 才發現這件事情是可行的 等於其實也是有一個先嘗試的階段 對對對 不錯這個可以用 你就往下走 還有另外一點 運費會升很多 運費真的會升很多 因為你記小隻跟記大隻的比起來 記小隻的運費就很便宜 對對對 重量差 重量差就很大 對啊 那個小隻的一隻才0.5克 這個一隻要20克 0.5跟20 這樣是幾倍 差了多少倍 對啊 你記一隻人家那可以記40隻 他這樣切得很精明 我說就是 這個 因為其實切苗跟肉以後 你還要選你要做苗 就做肉 對 你選的也是對的 整個都是一個 就是最佳化的一個路徑 蠻厲害 很聰明很聰明 不愧是財經出來的 了解 那目前除了 這個量體上的瓶頸之外 目前還有主要遇到哪一些瓶頸嗎 很多 很多 超多 各種瓶頸 可以舉例一個 我們就一樣講養肌來做比喻 好 今天你要蓋一個養肌廠 養肌的設備從哪 嗯 養肌的設備 跟工廠買 跟機械工廠 你只要被打電話 然後到處問一下比價 到處問嘛 誰給我便宜我就訂誰的 對對對 沒錯 大方箱上 對大方箱是這樣 那機梨廠勒 也是要一個一個問 就是打電話而已 反正東西一定有人有 一定有人有 因為市面上這種機梨廠公司就很多 對 那今天養蝸牛的時候 你的設備從哪來 沒有人在賣 沒有客製化 沒有客製化 自己要全部自己來 沒有公司專門在做養蝸牛的設備 沒有人專門在做那設備 都是要客製 請師傅客製化 就是我們必須自己買來 自己加工自己做 自己在這邊 自己加工 對 對 大概需要哪些設備 就是比如說 像是 種瓜的養殖箱 種瓜養殖箱 對種瓜的養殖箱 跟這不一樣 對這不一樣 對種瓜養殖箱 它箱子來 因為它可能會有一些 化學物的成分殘留 我們必須要去洗 嗯 洗完後必須要打透氣孔 那 這種東西有人建議說 你怎麼不開磨就好 對 我也是要開磨啊 開磨要錢啊 不然你給我啊 對 N-Hour Curies 對啊 我開個磨要花個二三十萬 對啊 然後 我一個月做的量 也不過幾百個而已 對 根本就不划算啊 對啊 然後接下來的話 像是那個 孵蛋箱 油管養殖箱 也都是一樣的道理 OK 孵蛋箱 然後接下來的話 飼料 也沒有人專門在賣光牛飼料 嗯 所以飼料必須自己買原物料回來 自己用那個飼料機自己打整 自己去攪拌自己混合 飼料也是你獨家要去攪拌自己出力的 對 哦 等於所有東西都要自己來 對 所以變成說就是 你會變成自己 很累又很忙 嗯 嗯 嗯 那要一天都要花多少時間 就是免天在所有事 我幾乎沒有休息時間 我基本上就每天都是早上進公司 都忙到 可能就是 六七點就進來 也沒有沒有那麼久 不可能進來 哦 早期才會這麼拚對不對 也沒有沒有 我這個人習慣就晚睡 我可以 你要我拚 你要我拚到多晚 我都可以跟你拚到底 可是你要我早起不可能 睡飽再起來 所以你可以戰鬥到底 對對對 真的要半夜沒問題 我基本上大概都十 十點十一點左右進公司 OKOK 然後進公司後 大概都忙 看每天要忙的事情不一樣 可能忙到 有時候那時候最忙的時候 可能忙到一兩點也都有 辛苦 已經這樣持續 15年到現在了 大概在 沒有 大概在18 19年後到現在 大概是如此 都是這樣的生活 對對對 1819年後 啊中間 中間疫情 中間疫情那段時間是有過得比較爽 過得比較爽 過得比較爽 就沒事做 就沒事做 可是應該比較 可是那時候 那時候 煩的是煩其他的事情 煩其他的事情 對 了解 那 你目前把那個 蛋到 小蝸牛這個部分外包 嗯 目前 你還有想到這整個環節中 還有什麼東西有可能外包 很多啊 剛才我說未來看看能不能就是 當我們的飼料用量大到一定程度後 可不可以請專門的飼料工廠 專門的去客製 沒有就是請他一次幫我一次製作到好 我一次給你下訂 我原物料配放都給你嘛 你就幫我處理好 我就是可能一包20公斤裝 我一次給你下單 三噸五噸 你做好後一次暈過來 我也不用那麼麻煩 對 但是大家要保存 要考慮保存期限 所以我要抓量啊 比如說我一個月可以用一噸 對 我一個月用量一噸 三個月三噸 保存期限 要是半年的話 那我一次就可以下個三到四噸 我不用怕 你現在大概會用到幾噸每個月 還是幾百公斤 老實說我真的還沒有算過 是 因為缺了就趕快弄 缺了就趕快弄 我們也沒有統計過這件事情 因為我在想這個混料可能跟我們做那個寵物定計的那個 中間過程有重疊 它中間有一部會把所有的粉拿在一起 對對對 所以其實就是那個步驟 就是那個步驟而已 就是看到他們有沒有那空檔把你這一坨人靈去幫你裝 對對對 然後拿到那個 保險一點就是拿去滅菌 我想要拿去那個Gamma 台中那邊 放射線給它照一下 嗯嗯嗯嗯嗯 這樣可能就更不會有那個 嗯 你現在的這個混料你還要把它滅乾淨嗎 沒有 我們是沒有 了解 因為我們基本上我飼料沒有庫存 我飼料沒有庫存 對還有那個培養圖 那個叫做什麼 就是飼料之外 我們養瓜牛的培養圖 飼料沒有庫存 飼料沒有庫存 所以都是 限定 人家跟我駕定 我就趕快做 限定 但是你自己工廠裡面的肉 飼料也要吃 對啊 所以你是每天 應該說我的庫存就頂多就是可能 三天五天 就比如說我就是今天做了一批 然後就用完 可以吃個三五天 三五天用完了 就立刻再做 是因為放太久它就也是會壞掉 應該說 我做了那麼多囤在那邊 也是占空間 對 對 能做完來一次又很好 對 對 那像這樣的話 進銷唇變成要記 記錄的部分 就很麻煩 就很麻煩 這樣感覺很麻煩 很麻煩 周期很短 對很麻煩 光是 光是蝸牛本身的進銷唇 就有點不好做 蝸牛本身的進銷唇 你好 那你還要記錄哪些事 兔 要記你的飼料沒在記 基本上我們就是 我們頂多就是 其實我飼料也沒有在記 我頂多就是記錄我現場有多少隻蝸牛 剛剛聽起來是飼料沒在記 對 瓜牛一定要記 對 我們就記錄有多少蝸牛進來 OK 每個月殺了大概多種的蝸牛 所以其實大概主要是記錄蝸牛 對對對 其他就不用管 沒錯 所以物料的那些部分 其實你就不會特別去判定 以現階段來講 我沒有打算要做這件事情 我就想說你也沒有這個 沒有那個時間 對 所以現在殺這個蝸牛也是在工廠直接完成 沒有沒有 應該說 量看量多量少 少量就自己弄 量多量少賣給誰 比如說單純吃寵物吃 少量 我們自己殺一殺就好 自己殺的 如果是大量拆給餐廳的 我們就請代工廠幫幫殺 他去幫忙去殼那些 對對對 然後 然後那個殼 自己弄這你也要去殼 當然當然 殼你怎麼辦 殼有什麼用途 你說殼嗎 現階段來扛 我們殼並沒有什麼太多用途 單純丟掉了 我們有跟那個屏東那邊就是養寄居 應該說那個 寄居蟹保護的那個 環體合作 灑在那邊 他們有跟我們拿過殼 然後去 去讓寄居蟹使用 寄居蟹更小隻吧 他這個 我們這個有大有小 就有大有小 刷到這個大殼 我們自己殺下去 寄居蟹自己回去找適合的殼 有啦有啦 有寄居蟹這麼大 對啊 也是有 很多啦其實 因為聽他們說現在寄居蟹都用 都用海邊的那什麼罐頭啦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塞到裡面去 對啊 寄居蟹這個是要自己來找你的嗎 還是你 當初 對也是網路上他們有來問我們 對對對 我想說這個合作很有意義 很有意義 很有意義 對啊 那這樣大部分就是銷毀 除了那個之外 當然也有就是餐廳跟我們買來做擺盤 可是那個用量就不大 因為都重複使用嘛 擺盤是重複使用的 嗯 嗯 大多數是銷毀 直接當一般垃圾處理 對一般垃圾處理 等未來量比較大後再來考慮要不要做其他事情 嗯 你有在想那個 那個貝殼窗簾 大概一個窗簾就掛了一百個 不用啦 這種東西就是磨成粉末啊 磨成蓋粉 這種東西磨成粉末就是蓋粉啦 對啊 只是因為現在量沒有大到一定的程度 你拿去請人家代工 你也不划算 人家也不願意接這種單 是 蓋粉就是餵雞嗎 還是餵 請他磨成粉末回來後 一樣再給光牛試啊 喔喔 對啊 那就是一個閉環 對 對 帶回來給他 如果真的這樣做 你就不用再另外弄飼料了 沒有 還是有啦 還是要是不是 蓋粉 蓋粉只是我們飼料的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成分 對 了解 因為你本來就要加蓋粉 對對對 那樣其實 所以一切都是 要到達一個量體之後 它就可以變成一幣 對對對 上升 哇 好 還有繼續問 那剛剛講到那一個 那個雞蟹蟹之外 目前這麼多年以來 你有收過什麼 天馬行鴻的合作嗎 有啊 很多啊 很多啊 舉例 可以講的部分 因為 都可以講啦 因為像 之前就有朋友 因為他知道我在做高養子 然後他最近 他們就在研究那個什麼 海膽 海膽 他說海膽其實可以人工養 因為他說政府那邊說有 他們不知道什麼機構 他們有 研究出一套就是養海膽的方式 然後這種東西可以釋出 而且好像是免費的 對 免費計轉嗎 對免費計轉 可是 你設備什麼要自己來啊 場地要自己來嘛 場地要自己來 對 他問我一下 給你知識而已 因為我朋友他們 他沒有走過養殖業 對 然後我跟他說 那你是要養在海裡面 跟牡蠣一樣養靶 還是你要去租一個 就是鐵皮屋底下 是人家在養 養魚的那種苦辣有沒有 是哪一種方法養 他說應該是去租那個 一個一個苦辣 一個一個苦辣 自己調還是說 應該是啦 我對那個也不懂 然後我跟他說 你這個少數也要準備個一兩千吧 他就跟我說 怎麼可能 應該兩三百萬就搞定了 然後我就上樓查了一下 我就查了一下 就是看看有沒有人家那種 就是 那個鐵皮屋底下的那種小魚屋 然後準備要販售還是要出租的 對 少數嘛兩三千 還是要兩三千 還是要兩三千 都兩三千 兩三千啊 因為都是場地要很大 第一是場地大 而且他們是有一些 他們是副設備 而且有個有設備 設備腿就幾塊跑不掉了 對 對 其實我後來去查查後才發現 其實 真的有錢人是養魚的 養魚的都有錢人 有沒有比較高那個東西 養魚的 尤其是那種就是很鐵皮屋底下 用水泥控 一個一個酷 用水泥打出來的 一個一個一個的 那個在養魚的那種 那個超有錢的 那個龍斑 類似類似類似 對啊 你看那個場地 看起來好像垃圾堆一樣 我跟你講 那個場地真的要賣 兩千三千五千都有可能 OK 那是比較重資本的 對 對 再去養魚 對 然後我也有遇過 也有遇過 也有遇過就是 比如說 之前就有人跟我講 我看看能不能 就是不收他 不收他技術轉移費 免費提供他設備 免費提供他設備 然後呢 然後他的養瓜牛賣我 他養 賣你 他幫你養 那這樣子 這樣子 你有什麼好處 他就說 他就 然後你還是要跟他 他就只是說 我未來我一定可以幫你賺很多錢 那我未來一定可以幫你養很多瓜牛 你現在很缺 我未來一定可以養很多瓜牛給你 你把設備給他 他用買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都是要免費給他 你要另外給他一份 還是他來可以做事 沒有沒有 他就是要免費給他一份 他要付出給他一份 對啊 要免費教他 免費輔導他 那你怎麼想 我跟他說 那如果大家都要你這種模式的話 我可能下個月公司要打包關起來了 我等不到你管你交上來 我可能公司就要打包關起來了 對啊 對啊 要辦事有一個辦事的費用 對啊 所以他直接把你當成通路商在弄 他想要自己生產 然後把Sport全部丟給你 可是這個人應該不是有相關的 或者說不管是通路或是什麼 他不是這種經驗的人 沒有 不是 想說這個他好像連基本概念都沒有很有的感覺 對啊 了解了解 確實很天馬行動 對啊 那你現在除了下廣 那個FB廣告 FB廣告也是自己投的嗎 對自己投 你也自己去學 對啊 也沒有花錢 因為剛好自己身邊周遭 有蠻多就是本身開廣告公司的老闆的朋友 OK 然後就不懂的就去跟人家請教 就去送他幾隻蝸牛 就請教他們 然後這些朋友也很熱心的 也很熱心的 就是都會教都會傳授一些相關的技巧 然後你就自己投放 對 這樣也投了三年 你有發現 你有感受到就是近兩年就是 就是 效果會比較差嗎 還是還好 在FB上面 有 近幾年效果真的蠻差的 應該說今年啦 今年效果比較差 那你有 Google那邊也投還是說 沒有 目前只有臉書 就是臉書 對對對 那除了 投那個部分 你還有用什麼數位化的方式去 真人啊 或者是去做一些事情嗎 目前來講是沒有 我想到一個真供應商 對廣告 有錯過這樣嗎 就是真飼料商 但是這樣好像效益比較低 難找到 因為你剛剛講很麻煩 就是要打電話一直去問 不是 現在是 其實這種廠商我都有 像這種廠商其實我都有 手上都有 那之前也都有問過 那現在卡在於說 我需要的量體不到人家製作的最低的標準 NOQ都剛好沒辦法塞 對對對 因為畢竟人家產線一跑 人家至少要讓人家跑個一天到兩天吧 對 人家跑個幾個小時就跑完的事情 然後人家產線整個又要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重新起過後 才會做其他的下一樣東西 因為你這個是別人沒有一樣製程 對 一定是專跑一下 對 對啊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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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蝸牛養的過程中 像是之前有些養蝦或養魚的朋友 他們有魚蝦共生 那在蝸牛有沒有這種可能 跟什麼 其他也是有經濟價值的生物 沒有 我目前來講沒有找到過 沒有找到過 沒有共生的可能性 沒有共生的可能性 沒有應該說 比如說像是蚯蚓 我們之前試過 對蚯蚓在圖裡面 那後來發現這件事情不太可行 為什麼 不太可行的原因是因為 你放少了蚯蚓 那個養出來的話根本就 沒有經濟價值 沒有規模效益在 OKOK 養多了 那個蚯蚓可能 連蝸牛大便吃不夠 他就吃你外加蝸牛飼料 那你這樣就沒有意義啦 對啊 這個是你推論想 就是 試過 真的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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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他去把牠撕掉 反而去吃蚯蚓撕掉 對 所以會互搶 真的很麻煩 因為當初丟蚯蚓的目的是 為了撕掉蚯蚓大便 然後順便幫牠做鬆土的動作 了解 然後可是 你蚯蚓每天大便就是那麼多 可是蚯蚓會一直增生 對 蚯蚓長太快 蚯蚓增生的速度 比蚯蚓大便的速度還要快的時候 蚯蚓就不夠東西吃 不夠東西吃 他要找東西吃 只能去吃蚯蚓 你家蚯蚓吃掉 你這樣讓我想起 蚯蚓在台灣的市場 蚯蚓在台灣是有市場的嗎 沒有研究過嗎 沒有很深入 大概了解了一下 因為感覺這樣子正常很快 大概了解了一下 但是沒有很正常 單價不可能像白魚蚯蚓這樣 白魚蚯蚓會是600多 蚯蚓蚓你不知道 如果蚯蚓要吃那樣子 1000隻都沒有600塊 他那個應該真的要用土 農田去養 目前應該也只有像白魚蚯蚓這樣 才能真的有這種高單價的養殖 好像其他好像也沒有想到 高單價養殖的動物其實很多 很多很多還蠻多的啊 還有經濟的這一種的話 其他養殖業其實我不是很懂 但高單價的東西我還遇過不少 食品類 你是說食品類嗎 食品類 食品類又要高單價 食品又要高單價 食品又要高單價 這我真的就不知道了 雖然白魚真的算蠻特殊的 對啊這很特殊 讓我想到比較接近的 可能就是那個 牛腸汁 牛腸汁原本野生的很貴 一公斤幾十萬 然後有一些人 就也是把他養在室內 對 因為後來好像淨採那個樟樹 數量變成是有限 就是他只長在樟樹上 牛樟上 後來政府淨採 因為那個樹長很慢 然後後來就有人這樣養 但好像我那個時候知道這個牛樟之後 然後後來又知道你的白玉蝸牛 好像就真的很少有案例了 像這樣子 聽起來都是比較珍貴的類型的食材 其他相關食材我就不是很了解 如果假設 就是一個假設 如果假設你剛開始也是 像其他農民一樣有了田地 而且很大片可能來個食甲之類的 對 你還是會走室內的模式嗎 我不知道 因為這件事情是要看你從小到大 你的生長環境 還有你一直以來的工作內容 你本身是農夫出身 你就能接受這件事情 對 我如果說你本來 就算家裡沒有地 可是你不是農夫出身 你也沒有從來募過農的人 你叫他去募農 想到要去募農還是不行 所以是跟回到最初 對啊 對啊 不是地有多少 還是你家有沒有地的問題 現在家裡沒有地的人很多啊 對對 可是大多數人的地都是租人啊 對 沒有在自己弄 對啊不然就種店了啊 對啊 現在年輕一輩誰跟你募農啊 是 對啊 所以這重點關鍵比較像是 你不想這樣一直曬太陽的那種方式 因為我原本還有在想另外一點 是 我原本在猜是不是 你認為未來這樣子的產能會 會贏過這個農地的模式 一定會啊 因為我原本想說農地都是一個平面 對啊 它沒辦法疊上去 然後你這個可以疊超高的 對啊 所以那個 那個應該也是你第二個考量 第一個考量首先你不想要曬太陽 但第二個你可能有看到它這個未來性 所以就繼續鑽下去 當然 了解 因為你又讓我想到一個就是那個藻類 我記得有另外一個團隊在養那個紅藻 它原本也是 原本也是在海裡面養 就是 但是那個要佔很大的體積 對 然後他們就把它變成到發酵槽裡面 室內的這樣子 然後也是神體積 然後又可以 單位濃度更大 好像這整個世界未來都比較偏向往內說 我覺得也是如此 對啦 了解 回頭問一下 那個當時為什麼我會想說叫頂瓜瓜 對 這個品牌是怎麼建立出來的 名字啊 然後這個整個品牌 因為當初其實在取名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想要取什麼名字 然後我對於取名這件事情 真的是我自己的弱像 然後我那時候就拖幾個朋友幫我想 然後就剛好一個朋友幫我想到這個名字 一個朋友幫我 我朋友幫我想到這個名字 你一聽也很喜歡這樣 我就聽了可以 那就它了 就它了 註冊商標了嗎 對就直接去了 這個學音上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沒有沒有 從來沒有遇到那個 沒有沒有 變一個頂瓜瓜的那個 就馬上讓我想到那個炸雞 那個頂咕咕炸雞 頂瓜瓜炸雞 就聯想上的話會聯想到那邊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合作 也許會啦 我也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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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它那個品牌這樣 如果未來有機會的話 我也想要去拜訪他們 看看能不能跟他們做個頂瓜瓜加頂瓜瓜的聯名款 對 而且台灣這個接受度很高啊 就是大家應該是喜歡吃 只是說可能是高價位就是 但是現在夜市那個骰子牛也是分要一百多塊 對 對 你現在那邊骰子瓜牛在那邊火烤 對 對 那感覺未來幾幾幾 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 你平常都會把它撈出來 自己偷吃掉 對 所以你沒有自己的一個另外你專門吃的那一箱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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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平常自己不吃 自己是不吃的 我還想說因為外面賣很貴 你自己在養就多吃一點 你都不夠賣了 我又賣很貴 不夠賣了自己怎麼可能自己 吃一隻就虧六百 就虧六百 對啊 我養的這個益生菌的飲料也是 都常常自己捨不得喝 就發現怎麼自己很久沒喝了 喔真的喔 你也是都變捨不得喝 對 也是變這樣 所以就真的會變這樣 自己賣什麼反而就不去那個 對 會觀察到 吃掉一分是一分 對 吃掉一分就沒了 都是成本 喔 了不起 我看一下喔 剛剛前面忘記問到 就是當時那個就是 這整個蝸牛市場那時候 就是那時候 有先做一些什麼市場調研 或什麼你是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 因為剛剛好像只聽到你就是 就是熱血 就是一股熱血就選了 就是熱血 我跟你講我跟你講 我後來有找 我早有跟一些其他創業的前輩們聊過天 對 大家齁其實我已知的 我聊過天的這些前輩 有創業的 有創業的前輩 不管是開工廠也好 還是 做 做什麼行銷廣告的前輩 還是說 比如說開餐飲的前輩 對 大家創業當初都是 一個熱誠 一個熱誠 一個熱誠就下去了 會不會成不知道 市場有多大 其實大概稍微了解一下 這樣就好了 懂 你真的要什麼 什麼 我要去市場調研 研究到很精通很痛色 然後 我的品牌定位要怎樣 我的價格區間要怎樣 我未來要怎樣 我跟你講 不可以畫那麼細不可能 好啦 你研究到那麼百分之百的時候 這個產業大概也飽和了 或者你的年紀已經不適合創業了 已經研究了十年了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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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不錯這樣 創業來講的話 在我看來就是 一個熱誠 一個熱誠而已 可是那時候心裡是覺得說 有一個感覺就是 這個可以賺錢 就是覺得 這應該有機會 很有feel 才投進去 你有管那麼多 但是沒管那麼多 沒有沒有管那麼多 能不能賺錢 大不了失敗的回去跑業務 不然 OK 那時候有跟同伴一起的熱誠 還是你自己 就我自己一個人 你一個人 就自己一個人 也不需要 那個兄弟一起的那種 那種 熱血一起 自己自然性 自己自然 對啊 對啊 算是啦 算是 所以算是有 有前輩先引進門 點燃你的這個 就是當初人家跟我講 你就爆了 我就去那邊人家那邊看 看完後回來 就試著小規模樣樣樣看 他養了覺得好像可行 你聽到他的第一眼就屌了嗎 也沒有啦 也沒有 養了一下就覺得好像可以 是 因為當初其實在養蝸牛的 初期養蝸牛的過程中 其實也去研究了很多產業 比如說 剩餘番茄 我們有去研究 跨度也很多 然後 也有去研究過那個 就是蜘蛛洗衣店 蜘蛛陰水機 蜘蛛停車場 蜘蛛停車場 還有 蜘蛛洗車場 想來想去 要嘛那個資金太昂貴 我們可能弄不來 要嘛就是那個 工作內容太操勞 比如說 也是有稍微 那個 那個 剩餘番茄 農民的事 你不想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當年是真的有去人家那個 番茄田裡面 然後你有去 去 做一天的實習 你為了要了解一下這個產業 真的下去摸了一下 真的摸了一下 一天你就覺得這個不行 我就踩了一個上我的番茄 我發現我咬不行了 了解了 你創業總是要幹力而為 要做適合自己的事 對是要適合自己的事 然後你發現養瓜牛 沒有觸發你什麼 對 抵觸的情緒 養瓜牛身體不會不舒服 不舒服 說說服 真的有差 就是要找到自己 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事 最重要 要不然 對啊 同意同意 這個很實際 因為太體力活的事情 我們就可能真的沒辦法 對 也要考量到年紀 如果一直往上 體力活的東西也不常 沒有辦法一直 最佳狀態做下去 當初在研究番茄的時候 人家也有跟我建議說 不如的話 就是 你不如去學習 怎麼開那個翻土機 燈民機 對 因為以現在說 現在農 南部 中南部農民的型態 大家都是 現在現在型態就是屬於是 大電農 小地主 懂 那中南部 他們現在很缺的就是 農民 鄉下地方很缺的就是 這些 開耕耘機的人 這些應該說 設備 缺設備 缺設備 缺少這種就是 比如說耕耘機 翻土機 什麼什麼機的設備 然後也缺少這方面的人 小電農自己 小電農自己不可能 應該說 他們本身的電農 電農不只能自己去做這件事情 不可能是不是 對 已經沒有時間在做了 你不可能就是 因為一年翻土可能就只有兩三次 哦 他其實不是一個常開的 對 你不可能 不可能為了兩三次 你花個一兩百萬去買一台機器吧 然後一年就花了那麼兩三次 所以他時間沒地方放 你要找一個倉庫來放它 就沒有意義 哇塞 所以說南部他們說很缺這種人才 也很缺這種設備 那只要你手中也有翻土機 那你就是去發明片 然後就等電話 人家時間到了就會叫你過去 比如說你自己就要先有一台翻土機 沒有你就是專門 你有一台翻土機 然後專門幫人家翻土就好了 翻土機那堆是可以移動的 對啊 然後你當然要一台發財車 你還真的發一台翻土機 哇塞 有點類似像現在 現在的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叫做 亞共直升機 撒農藥一樣的意思 懂懂懂懂懂 對 所以後來也真的有 就是也有認識 真的在裡面就是 像你剛剛講的 那我去研究過 然後還特別去找了 那時候我們的夾翼的 那個就是在賣翻土機的設備商 去人家現場看 這樣一台全新的要多少 二手要多少 做了點功課 然後後來發現算一算 沒貨對不對 不是 我沒有那麼多錢 太貴了 我沒有那麼多錢 大概我那時候估下來 你少說也要準備個三五百萬吧 也是不便宜 那個機器本身 那聽起來好像比發財車貴 你要買那台機器 好你要買發財車 OK 好然後接下來你的機器跟發財車 又要地方放 再有一個倉庫 還有一個倉庫放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 你初期要是不會開要去學 學的 也是一個成本在 也是一個成本在 然後中間過程中 可能東西壞掉了 你要自己會修 當然 有維修費的錢 維修費就比較高 你要自己要維修 要自己學會 那整段話下來說 而且中間正常過程中 你可能還沒有收入 對 你必須自己 很大一段空創期 才開始有收入 對對對 所以說你這樣算下來 少說你也要準備 蠻大的一筆資金在身上的 真的耶感覺 對阿 500那個要回本 不知道要多久了 可是我覺得會回本 它是很快的 回本是很快的 因為 你可能要一年兩年的空創 對 把這個東西補回 對 那評估上確實是有差異 而且當初評估過很多 就是各種創業的門路 所以你是已經 研究過很多種商業模式 對 最後選了 蝸牛 那聽起來不是像你說的 單純只是一股熱血 一股熱血是創業這件事情 等一下 我們的一股熱血是創業這件事情 那創業完後 到底要做哪件事情 你聽起來用很聰明的方式 你選擇 我們就只是 創業到底要做啥事 我們再來慢慢選 但是我當下就是 我要創業 就是要創業 我就是要創業 創業這件事情 我不想 對 要創什麼東西 我們再來選 我們再來慢慢選 去調查 對 創業這件事是要熱血的 對 說的對 我比較少遇到像你這樣 先調查過很多種商業模式 通常他就是覺得他 好像比較適合那個他就去做 沒有 因為當初不知道要做啥 我就只是我想創業 但是我不知道要做啥 我只好來找 對啊 然後要找啥 就只能自己身邊的物件 自己身邊的朋友問問看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對 朋友也很重要 就是多方的 對 多方資訊的取功 最常見不是很多是 比如說做吃的或什麼 那時候就沒有考慮過 覺得毛利率算起來不好之類的嗎 做吃的這件事情當初也有考慮過 但是我又不太想要碰油煙 在那個檔下不太想碰那個油煙 你是怕得那個肺病 沒有 因為 因為 怎麼說 你如果要最上手最快速的 當然就是炸雞鹽酥雞 對啊 油煙就很 油煙很重 對 那我覺得油煙很重 就不喜歡那個油煙的味道 那現在養蝸牛這件事會有什麼職業病嗎 還是就舒舒服服的 沒有欸 也不會腰三倍痛 我沒有欸 我在室內養子舒服 所以就大家 趕快 請大家來幫忙養蝸牛 農民外包 我的職業病 不是因為養蝸牛造成的 是因為當老闆這件事情造成的 當老闆 對 這是睡不多 睡眠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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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了解 你是那一種下班之後繼續在想工作的事 當然一定會啊 怎麼可能不想 因為我也是有遇過一些 因為老闆他是下班後就不想 我們上次有遇過一個很愛錄影的老闆 那就真的切得很開 很厲害 那你目前這樣子做 你有 目前你覺得收穫有合你的預期嗎 跟你一開始的預期 你覺得 不管是心靈上的物質上 心靈上有物質上沒有 物質上真的沒有 心靈上可是有 這幾年一直在走彎路 然後中間過程中跌跌撞撞 一些資金的消耗 對啊 包含說像疫情期間 那時候就會虧損 對啊 那去年又開了那間洞幹的公司 又虧了什麼 上面上 上面上虧了300 上面上虧了300 那這個心靈的滿足 你把它歸納大概是因為什麼 包含說你可以看到公司 就是一步一步的成長 然後包含各方各面的話 就是有規模有起來 越來越多人加入這一塊 這也是啦 這也是啦 然後還包含說 就是配合的商家數 配合的店家數 越來越多 像剛剛在錄影前 就是人家打電話來 就是像進一大學那邊準備 要跟我們之後 跟我們買蝸牛 讚 恭喜恭喜 就是類似這種心靈上的滿足 是真的比較多 所以客戶的回饋 也都會給你有一些支持的感覺 對啊 就是你們這個東西的品質很好 像台中那邊就有個小姐 我們跟我們訂蝸牛肉 我跟她說最近缺貨 她說沒關係你有再寄就好 友善這樣 對 友善 那講到友善 你有遇到過那種奧客嗎 試單的或者是那之類的 沒有欸 那比較幸運 他在旁邊比較 因為我們的客群是屬於蠻 怎麼說 我們不是普羅大眾會來買的客群 有點像B2B 對 他們也要顧他的商業 對 第一是B2B B2C的也有 可是B2C的是 他會來跟我買蝸牛 就是他真的有這方面的需求 對啊 比較少來萬 他可能也是 對啊 因為他們有些物種 就比如說像是 我滿常配合的是那個什麼 步行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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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對 步行蟲 他的全名叫擬食蝸 步行蟲 是不是就是麵包蟲的幼蟲 不一樣 不一樣 他就是只能吃蝸牛 哦 知道 他只吃蝸牛 對 他只吃蝸牛 所以說像這種客群就很鎖定 他就是我們的客戶 然後他也就是找我們 那好像前面長得很像 小隻的螳螂 然後 後面的 屁股好像比較肥 類似啦 類似啦 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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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沒有湯蟲的那個東西 有很大隻嗎 他可以吃那麼大的蝸牛 沒有沒有他們都吃很小隻的 所以你是提供他小隻的 對 小隻的活體蝸牛 那他們不去吃那個 其他小隻的原因是什麼 什麼叫不吃其他小隻的 就是其他那種小隻品種的蝸牛 他來找你 哦 是因為野生的蝸牛可能會 誤食到某一些植物 哦 那可能誤食到某些植物的這些蝸牛 讓步行蟲吃掉會導致 步行蟲會有死亡的現象發生 哦 因為他們 他們拿著白玉蝸牛來 比如說就是香菜 我們家蝸牛 我們家蝸牛不會 可能有人餵牠香菜 可是過來蝸牛可能會吃到香菜 只要吃過香菜的蝸牛去餵食不行蟲 不行蟲吃掉 不行蟲會掛掉 那步行蟲有什麼商業價值啊 那可以幹嘛 他們那一塊我不是很懂 他們那一塊我就不是很懂 所以他那也是拿去賣的嗎 基本上是 應該說做標本之類的去 標本 也有這樣的市場 所以可能量沒有很大 對 量體也沒有到 台灣就是 他們也是有他們那一群 愛好者 愛好者 我想說買那麼貴的食材就味道 那他的價值就是 怎麼會 這樣吃不會虧嗎 他們 但是做成標本就很有價值 特別 那 我想要問就是 你前面有幾次這樣合夥的經驗過來 你有什麼心得嗎 對這些 沒有合夥過的聽眾朋友 未來要合夥的這些人 小萌新們 沒有什麼好建議的 我覺得 你們建議合夥嗎 我覺得 我覺得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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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應該這樣講 我當初在合夥前 我也去問了很多人 這下方的問題 對 那 到最後呢 這些人的建議 我也沒有添進去 我還是不知道做 我還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說 就是在直接就找人進來 對 那個 所以說我覺得 給不給建議不重要 因為 你不管給了什麼建議 他還是會照著他很想要的方式下去做 了解 那你有遇到雷嗎 在這個路上 合夥的路上 嗯 這個我不方便多說 已經 已經散 就是雷已經散掉了 嗯 嗯 了解 嗯 那 合夥 所以你現在還是合夥狀態 現在公司還是有股東 但是那也不能算合夥 因為他們單純就只是出資 也不管是 我的定義合夥是 進來 進來真的要做事的 對 對 出錢的就要出資 對 對 今天你去買了台積電的股票 你不能說 你跟台積電合夥做成立吧 對啊 我之前也是深深的思考過這個問題 出資了就出資 股東 就像引入資金 引入成為大股東會像股東的差別而已 嗯 那你有考慮過引進資金嗎 來加速這個過程 目前沒有這個想法 想要穩穩的做 也不是穩穩的做 是你有錢沒辦法 你有錢又怎樣 就像剛剛講的 對 差的是人才 對啊差的是人才啊 你今天你有個一億進來後 我立刻可以培養出十個會養瓜尿的人嗎 明天就能生出十個人給我嗎 不可能啊 那可以同時培育多一點人才 用拿那筆錢去培育 沒有 這還是要時間嘛 對 還是要時間嘛 就是那段時間有那筆錢去付給他 對啊 變成這樣子 對啊 那意義不大啊 嗯 了解 因為你就會比較覺得 是 另外一方面是怕麻煩嗎 沒有 因為 因為 以現階段來講 以現階段來講 現在台灣的就業市場就是這樣 對 人來來去去的 人來來去去 你可能還沒有交到他會 他就先離職了 不是多久會交會的問題 不是多久會交會的問題 是你還沒有留不留得住 也不是薪水的問題 是也許他進來 給你看一看 然後發現這個產業不適合我 對啊 那就走掉了 你前面就是一直在燒錢燒錢 然後你很難找到替代 對啊 跟你遇到的狀況一樣 對啊 那所以說這東西就是急不得 你不是你花大錢 砸了就立刻就可以 就可以立刻 所以這也另外一方面說明 為什麼沒有那種 大資金的那個大佬進來 躺這個渾水 另外一方面 呃 我在猜啦 欸 我自己這樣一路看下來 然後 白玉瓜牛為什麼當年 沒有什麼很多大資金的人進來 是 當年在民國可能 七八十年代 對 那時候台灣經濟正起飛 那好賺的東西很多 那時候聽說 開個計程車 媽的 結果發現那邊是買房子 對啊 什麼都能賺 對啊 那連開個計程車都能買房買車了 那為什麼誰要養瓜牛 對對對 好 年代的問題 啊好 然後到了就是在更近的一個世代 那種就是電子業興起後 對 我們資金一定往那邊靠攏 誰能跟你養瓜牛 對啊 對啊 同意 傳產業 資金投入就比較少 對啊對啊 你有想過就是 像台灣的房子 房價炒得很變態 漲了好多 你也有想過 你同樣投入在公司 這幾年的錢 你如果去買房比較輕鬆嗎 還是你的人生的優先考量 工廠是擺在房子之前的嗎 想要聽你分享這一塊 因為有一些我認識的人 他集資了 他跟股東們集資很多錢 可是他的優先是先去自己買一棟房子 買給自己還是買給公司 當然自己 買給自己 比如說他是創辦人 然後他集了很大一筆錢 對 反正先去買房子 先把自己的房子安定好 對 那這一塊你會怎麼想 如果是你 你是怎麼樣 我 你的滿足感會是比較偏向建立公廠還是說 郵寄的房子 工廠 工廠 所以是這整個過程讓你滿滿足的 房子就是重點 對 這樣也不錯 那你有考慮過這個房子大概在什麼階段嗎 還是說其實只要有個住的地方就行 有個住的地方就行了 住的沒差 沒差 沒有什麼差 結婚的話 因為我現在還未婚 單身 我現在單身還未婚 在單身未婚的情況下 你對我來講有沒有買房 對我來講 沒有差 沒有差 買房沒有差 如果是有妻子 可能就另外再思想 那個可能思考模式就會不一樣 目前這樣是先以公司為重 當然 當然 嗯 太好了 因為有一些 有一些投資機會 線下的是這樣 他 你會不敢投他就是因為 我就會覺得他好像把錢 不是其實上 沒有花在公司上 他是先讓自己過爽 就會很 不敢去參與 像你這樣 某種程度就像那個 馬斯克睡車庫那種感覺 他不是也是沒有睡大房子 應該是這樣講的 我今天要買房 應該不會是靠著 公司真的有賺錢 有公司賺到的錢 拿到了分紅 我再來買房 分到給你的分紅 而不是拿股東投資的錢 股東投資的錢來買房 這件事情不合理啊 對啊 對啊 而且 就財務法 應該說 會計的法規上 這件事情也不合法吧 對 這件事情不合法 如果沒有上市規的話 那個都沒有審查的很 對 很棒 我還 你看這樣還有什麼漏掉的問題 嗯 你看這樣都有溫到的感覺 嗯 所以你 目前你覺得這整條路上最寶貴的這個 你的動力乾淨來源 就是一路上建立的 合作的夥伴們 以及供應商們 跟客戶們 這樣子 讓你感覺一個 大家庭的感覺吧 這整個乾淨的 應該說 這一路上能堅持自己走下去的原因是 一種責任感 責任感 責任感 自己對自己的責任感嗎 對養殖戶 對自己都是 對他人 對客戶對自己都是 因為今天 養殖戶來找我跟我學養蝸牛 對 那 我今天公司收了 他告訴我你要賣誰 哦 所以這方面其實也是一個 很大的動力來源 對啊 其實這是你自己開創的模式 可是你就覺得 你有義務把它延續下去 對啊 當然當然 因為你如果收起來 他們其實找不到其他人 可以去搜尋他們 對啊 對啊 所以等於先開創了一個模式 有一些人被連結到以後 你就會自然而然的 就會想要去延續那個責任 哦 了解 所以不能是單打獨鬥的 如果一直是單打獨鬥 動力就比較困難 也 對 有可能 如果今天我都沒有收養殖戶的情況下 我可能一件事不到現在 哦 這很關鍵 因為你要收就收 你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壓力 因為不用跟誰交代 我不用跟誰交代 你覺得我要收就沒收 今天如果公司沒有股東 就到這了 公司也沒有養殖戶 沒有簽約 OK 我不幹就不幹 你又拿我怎樣 對啊 OK 對啊 就是便利 那反過來說 在一些情況比較困難的時候 這會也反而是有點壓力嗎 當然壓力也是會有 但是其實 它其實是方向的 對 但是我覺得其實 這個 這個算是 對我來講是個正向的壓力 正向的壓力 因為每個人處理的方式不一樣 可是你是可以把它變成正向的量到自己身上 可以感覺到 你平常除了養瓜牛 怎麼釋放你的壓力 對啊 有什麼休閒 有什麼休閒 看看小說 吃吃小夜 哦 就滿足了 就差不多 那就可以了 不需要女孩子 還好 對我來講還好 他真的很 我本身算是一個 早年 我還沒有創業前 我就是宅男啊 很強很厲害 一個人就handle 20萬隻蝸牛 太厲害了 你未來想要 有想要把頂瓜瓜這個 扛棒 變成一個品牌這樣往外推嗎 把他變成一個 這是怎麼講 品牌推廣 嗯 不知道 我現在不知道 我現在我還沒有走到那個階段前 我也不知道未來會發展成怎樣 我也不知道 了解 還沒有進行那邊這樣子 對 現在就是上游的 上游階段 先不打通路 可是其實感覺 通路也是有在打 只是沒有這麼的積極 感覺你品牌感覺也是一步之遙 因為市場定位很明確 然後 對啊 會有那個 賞戶跟你買 買一些蝸牛去 家裡烤來吃嗎 還是說你都是直接出冷凍包 我基本上都出冷凍包 所以不能火體 直接拿那個炙燒 火體炙燒 沒有人這樣跟我買過 沒有人這樣跟我買過 那樣子會比較 我只在想那樣會比較好吃 他們會跟我買火體的 基本上可能就是 買個一兩隻 他們想當寵物養 那種有 還是說 比如說家裡面小朋友 想跟小朋友養 那個有 那你說 說 跟我買蝸牛火體 要回去炙燒的 我真的 因為我在想那個 冬過跟那個火體 不知道會不會有差 像那個鮑魚它就是 那種 餐廳 高檔餐廳 好像直接就是 火的這樣 就給餐廳之前 除了 除了凍那些 有它需要再除菌或什麼嗎 還是它其實本身蠻乾淨的 它本身就蠻乾淨的 不太需要再除菌 不需要了 所以餐廳他們 有買火體料理 還是都是冷凍 都是冷凍肉 冷凍肉 很快就腐化了 你現在也沒有餐廳 現在沒有餐廳再買活雞回去自己殺吧 也是 對啊 對啊 然後它是不是內臟 也要去掉啊 對啊 都還要再處理 很可能 因為餐廳要做的事情 準備工作已經很多了 人家洞菜誰菜 還要再多這一塊 那不可能就去做這件事情啊 沒錯 對啊 只有那種 海鮮活體海鮮的店 對啊 那種是活體的 其他人應該是不會 嗯 對 今天就是 得到很多新的資訊 從來完全不了解這個產業 很謝謝那個 Alan就是 分享很多 而且這真的也是個 機緣 就是 前陣子又被Alan的廣告打到 對 然後發現 明明之中有一些連結 然後他 人也超好 約一下馬上就說 今天就可以 沒錯 就來了 對啊 那希望 你未來的期許 我記得你上次說 你是希望 達到 有一個貨櫃的那個等級 對 我希望可以至少一季出一個貨櫃 嗯 好 祝你早日達標 這樣子等到那個階段 我們就可以 對你做新的採訪 可以可以可以 下一階段 已經變貨櫃模式 全新的頂呱呱 海外頂呱呱 說不定那時候跟頂呱呱已經聯名 已經聯名合作 加油 好 好 那 欸 我看一下喔 最後 最後的問題是 鏡頭前面可能有一些人 嗯 也有想要 踏入這種 養某種小活體 去賣的 嗯 你 對他們 可以講一些 建議的話嗎 或者是 勉勵的話 做為一個大前輩 給他們一些 嗯 我是覺得 大概就是 有時候人生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 真的不要想太多 先坐再說 坐就對了 先坐再說 對 因為我實在是看過太多太多 那些 講得天花亂墜 然後 然後頭頭是到 嗯 然後 今年 今年這麼講 然後三年後遇見他 他還是這麼講 還是在同一個狀態 還是在同一個狀態 還是還沒開始 然後你 你永遠都是在講 然後你的第一步永遠都跨不出去 那你可能到了 就是你踏進棺材的那一刻 你還是在講 還是在講 對 了解 坐下去就對了 做了再調 很多東西齁 其實跟你 應該說 你事前做的這些規劃 嗯 做的這些計畫 對 真的你踏進去後發現 你會發現 你之前說想的那些東西 都是 被推翻 要再重 對 那些東西都是假的 做了才會知道 你做了才會知道 理論是理論 實作是實作 對 還有就是 那個 你要準備到百分之九十九 或者百分之百 準備充足的 再做這件事情 嗯 永遠都到不到那個百分之百 我就算養到現在 我也並不覺得 我自己對蝸牛真的有百分之百的了解 我也是 真的 我養我這個 對 那 這種東西就是人生就是 做中學 做中學 學中做 一定都是這樣子一步步滾上來的 對 那你說你要把東西 搞到就是真的很透徹 你才會來做這件事情 那你這輩子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我看官司上週你就還有偷文說 你又改良了某個部分 對啊 對啊 你一直有的給物 一直有新的體物 對啊 就是因為一直在 接觸這些事情 對啊 一定要先進來做 就是你給 就是後輩們的勉勵 那在我們跟大家 觀眾再見之前 我想要 讓你最後分享一下 不是分享 就是 對曾經 幫助你的人 或者在你身邊的夥伴 說一段感性 感謝的話 因為這在平常很難 對他直接講出口 我才是這樣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可以讓你自由發威一下 到時候把他拉開來看 說自己去看 這樣 不是 很感謝這一路來支持的 親朋好友們 嗯 然後不管是 精神上的資助 還是金錢上的資助 嗯 然後真的很感謝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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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 真的是沒有這些貴人的幫忙 那我真的是 也走不到現在這個階段 嗯 嗯 像當初就遇過很多次的難關 然後都選擇要 可能那 當下的心情是 正準備要放棄的那種心情 對 在那種心情下的話 就是會有一些貴人出現 嗯 了解 然後這些人也就是 一路支持我到現在 對 對 真的很感謝他們 太好了 嗯 嗯 那 雖然說現階段的我還在一個很 已經不是初階啦 就是已經算是在上升期 對 那 可是 你說 我是覺得我還沒有到達終點 了解 也還沒有到達 還在路上 也甚至連半山腰都還算不上 還不到半山腰 還不到半山腰 對 那 我會堅持的一路就這樣走下去 好 那 那 也不會辜負算是當初大家的這些支持 嗯 那 我也希望說我可以 就是 就是假設哪一天 如果說 或者我不在了 或者是我真的不想做這行業了 但至少 我也會想辦法讓這一個 應該說 有一個傳承 對對對 有點類似那種感覺 其實之前我有在跟人家聊過天 然後其實我們 我自己也有在思考過 其實我不太想商人 對 我比較有點像是 有點類似像文化傳承者 文化傳承者 對 就是 這東西至少一定要讓它走下去 懂 然後 包含說也感謝 這一路走來的這些 養蝸牛的前輩們 給了這些指點指教 然後也感謝很多人的 幫助 嗯 對對對 因為 當初在養的這段過程中 很多東西真的是不懂 還是到處問人 他們無私的分享 無私的指點 對 對對對 包含說像是之前 那個三重的那個領導師 嗯 然後那個 嘉義的張大哥 嗯 然後台中小柄的詹老闆 對 然後台東的文大哥 也感謝這些 都感謝這些前輩們 這樣子 都很樂意的支持 然後 無私的分享 然後也 不會 對我的電話詢問感到不耐煩 哈哈哈 太好了 對 真的謝謝他們 感謝他們 感謝他們 乾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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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乾溫 喔 好 那今天就很感謝那個 那個頂瓜瓜的那個 Alan大哥 跟我們無私的分享了那麼多 我們也了解了很多 這個白玉蝸牛產業 那那個 有興趣的聽眾 也都可以多來就是 下面連結欄看一下 那個頂瓜瓜相關的一些資訊 那 那我們今天那個 節目就到這邊 好 那 大家下期再見 敬請期待 沒錯 掰掰 掰掰 哇 溫度過高